欢迎收看这礼拜的关键新闻 我是管中翔 这个礼拜要跟大家谈几则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新闻 其中第一则新闻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这一两个礼拜里面 一定会看到这类的新闻 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愤怒 不管是在这个幼儿园里面 或者在家里面 这样的一个虐儿 或者殴打小孩的这个事件 其实已经引起非常大的 这种人民的这个愤怒 当然我们看到在这个愤怒的同时 人民对于所谓的警方的不信任 或是觉得现代的法律的惩处 实在是太慢或者是太轻了 所以有某种程度想要去替天行道 然后就看到包括重庆社区里面去打人 或是在这个警察局派出前面 需要去围堵这个所谓的相关的当事人 类似的这种情况 在台湾这些所谓的相关的社会事件 其实是经常可见的 那这当然是某种我们对于所谓的 现有的制度的不满 或者是一种义愤填膺 然后我们会希望透过这个 消民正义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 只不过我们还是必须要去冷静的 去看待这些问题 特别是很多的问题 不是我们透过另外一种暴力 它就可以解决的 而是如果这个更根本的原因 如果不去面对不去处理的话呢 这些问题恐怕会是不断不断的再一次的发生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则新闻 就是跟这样一个事件是有关的 十四岁来到扇木少女中途之家 茶茶一待就待了六年 直到二十岁离开 她说虽然只是一顿简单的饭 却让她体会到什么是家 就算离开了 茶茶每年还是会回到扇木 民国七十六年开办 全国第一所少女中途之家 收容十二到十八岁 像只吵这样 因为原生家庭失去功能 而无家可归的少女 根据2018年额虐事件 及扇木服务白皮书统计 来到中途之家的个案有几种原因 性侵或家内乱伦占三成 虐待占两成 近年来更有失虐者年轻化的趋势 104年到106年 失虐者未满二十岁占两千三百二十八人 占总数约百分之十 也就是每十位失虐者 就有一位可能是小爸爸或小妈妈 他们的爸妈 其实也就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生下了他们 那因为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 他们其实在一般的资源经济 或者是一些教养能力都比较不足 所以其实很荣誉他们没有被好好被爱 或被照顾长大 山木基金会指出 不少小爸妈可能也来自失能家庭 失能家庭成为一代又一代的循环复制 呼吁社会关注而虐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就像在这个新闻里面 山木基金会也提到 这些小爸爸小妈妈 他们其实常常会出自于这一种所谓的 所谓的失能的家庭 或是他们的家庭当中的射精地位 其实是相对之下是比较差的 所以他们在家庭的支持系统上面 经济的支持系统上面 或者情感的支持系统上面 他相对下也会比较不足 那也因此比较容易发生 这一种所谓的复制的这种现象 而这个复制的结果 恐怕是这个他的小孩 会受到更大的这种所谓的伤害 所以从这样一个例子来看 我们看到会有这些所谓的虐额的这些问题 那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些个人的 这种所谓的情绪的控款 情绪的管理 那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这种 所谓的射精地位较低的 他都一定会是这样子的 那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恐怕我们不能够忽略的 刚刚特别谈到的结构的问题 这个结构的问题就是 当这些人他们必须要面对生活的困顿 或者是必须要去 在这个金钱上面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所以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在金钱上面 让他的下一代有更好的这种生活 所以这些问题他会不断的在复制 复制的情况也会让 这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阶级的复制 然后也看到这样的问题 其实也会不断的发生 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除了考虑到 过去曾经跟大家提到过的 整体的社会安全网 然后这些相关的通报系统 相关的这个社工系统 相关的救助系统之外 怎么样去降低或是减少 那个所谓的因为这个射精地位的差距 而产生的这种所谓的 刚刚谈到的复制 或者所谓的家庭的冲突 恐怕是另外一个 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这个面向 好 还有下面这一则新闻也是吵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就是有关于管中敏的台大校长的这个案子 当然后来管中敏也回到了台大去担任了这个校长 不过才担任没有多久 就出现了这个监察院 觉得管中敏是兼职 在过去担任政务官时代的兼职 这是一个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妥 并且是需要特别提出这些相关纠正的一个案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的报导 台大校长官邀命别感叹他担贴 因为他担任政务委员和国国会主委 为主判删与传案文章 案件做后已经上级共庆会 共庆会共调 专案修理由国会共庆会委员组成 合计定出力 会请官邀命来设定 可是有比较要去击专属部和教育部 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依照共庆法 相当可能会变得一步 因为专事部曾经作出 因为公务员 未能首先跟他人签订 在一定期间来必须完成一定 注作的解释凯 深受签订性能客户 是调查重点这一页 曾经当前 专事部部定外国家政会 依照共庆会 官邀命相当 会做到免得一步的出分 失去现実 代代好点的这步 但是重点也是在 共庆会调查经贵到一顶 但有学者有不一样的看法 在报纸西国的台北商业大学校 中西雄校政会 在报纸十几三分钟 没算减捷 因为数学院的解释都说 在媒体上面固定的写专栏 而且是社论 我相信这个特别是一个政务官 在媒体上面写专栏 特别是社论 社论 这个其实是问题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就像我自己在脸书上面 所说的这个社论 代表的是这个媒体的立场 而媒体的立场 本来就应该要去监督政府 但是当一个政务官 他就在媒体写社论 先姑且不论 他是不是坚持的状况 这都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妥的事情 就是你要去 媒体要监督政府 结果你政务官 自己在媒体里面去写社论 那先不要想说 你是不是自吹自擂 是不是在为自己的政策护航 回到一个根本的一个角色上面的冲突跟矛盾 他根本就不可能去 所谓的好好的去监督政府 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 恐怕不单单只是在管中民的身上 这个一周刊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也是非常可疑 就是你明明知道你的角色是要去监督政府 那这个政府当然包括政务官 特别是这种所谓的一级的首长 其实也不管是不是一级首长 所以政务官或整个政府都是包含在里面 你应该要去做这个监督 结果你请他到你的报社 到你的这个杂志里面去写社论 说实在的 这其实是某种的变相的 这个所谓的收买 或是是建立的某种政媒之间的关系 虽然在法律上面没有明确的说 不可以 当然这监察员他自己的解决 我是指的是媒体的部分 没有说媒体不可以这样子去做 那但是其实 这其实不是只有管中民的 这个所谓的政治人理行政人理的问题 这个媒体人理上头 也是非常非常有非常大的 这个瑕疵的这样一个一个问题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 第三则的新闻 是有关于这个香港传媒的一些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的报道 所弄标题写下蔡秘史建学动受毒计 香港青州媒体大公报以投版报道 主张港独的青年团体学生动员 召集人中汉林及成员 来台参访的过程 其中一行人甚至见了 从总统府走出来的神秘男子 影射港独与台独的幕后黑手呼之欲出 中汉林透露从香港搭击时就被监视 在台湾五天行程其实很单纯 但就连旅游都被跟拍还出现不时报道 觉得非常不舒服 而其实大公报所指称的神秘男子 根本不是秘史 而是自由时报主跑总统府的资深记者苏永耀 与学生动员见面是想采访了解想法 但港媒却看图说故事制造假新闻 总统府也给予严厉谴责 那么对于这个青中的大公报 那么涉嫌 那么以跟肩的手法 捏造 情节 并且是制作假新闻 那意图来误导舆论 那我们给予强烈的谴责 应要求国安局等相关单位 立即针对此事进行调查 中汉林表示 现在香港当局打压民主力道增强 他只是个学生 这件事情可能影响港人来台意愿 希望台湾政府能够改善 尽保护职责 陆委会也表示 大公报有一位记者疑似透过自由行民意 申请来台 目前人还在台湾 相关单位已经介入调查 若未来确认违法 除了可以提前遣送 之后申请来台 也可能遭到拒绝 记者综合报道 其实我最近这几年 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 在研究这个香港媒体 在97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 有蛮多的香港的媒体 其实都还有机会去 坚持他自己的一些传媒的专业性 特别是在英国 要准备要把香港回归 或是要还给中国的时候 其实也让他们的新闻自由 在那段时间有稍微更开放一点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看到有些香港的传媒 其实也会主动的去倾向中国 然后去投其所好 甚至也看到越来越多的 这个香港传媒的负责人 真的是这个中国的 这个所谓的政协代表 人大代表 那有些比较相对之下一个 比较独立资金的 这个香港的媒体呢 其实也慢慢的 这个不是让亲中的商人 来去经营 或者是就是让这个所谓的 他的所有权去转换 那甚至过去也发生过 如果我今天 你是一个不听我的话的人 也曾经发生过 这个暴力相向等等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 香港的传媒界 也面临到非常非常严重的 这个所谓的中国因素的 这个干扰 那台湾的确相对之下 我们当然看到很多的媒体 是寝宗的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 那个力量不敢直接进来 或者在法律上面 有了一些小小的这种保障 可是这个保障 其实恐怕 在很多的商人 在他考虑到这个经济的利益之下 他不仅会去卖了 他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资产 也会卖了他原本媒体 应该要有的灵魂 就是所谓的自由民主 监督的这样一个灵魂 所以看到香港传媒的 对于这件事情的这个报导 就是所谓的假新闻 充斥 以下背后整个系统上面 已经受到中国 非常非常的严重的影响 那台湾的传媒呢 恐怕我们不能够只期待 这个传媒说 哇我有非常强烈的 这种所谓的维护自由 主体的决心 而相对之下 我们也应该要去 监督这些传媒 同时 其实如果在台湾 有一些比较不错的 这种所谓的相关的 这个独立媒体 也应该成为我们去支持 或是监督的 支持 或者甚至当然是 包括监督的 这样一种对象 好 以上这是我们这个礼拜 所跟大家分享的 关键新闻 我们下礼拜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